最強美女正式報導了 氣象局針對十四個縣市 都已經發布了大雨特報 來看到這些比較強的對流 顏色很鮮豔的 其實今天早上陸陸續續 就已經移入整個西半部地區 尤其在雲林麥寮 這個地方已經發出了 淹水警示 因為雨量已經破百毫米 像是在雲林台西這邊 還包括像是麥寮 時雨量都是四五十毫米 所以簡直是滐沱大雨 這樣非常短時間的下下來 就很容易會有淹水的災情 所以今天整個西半部地區 通通要嚴防大雨 甚至局部地方會有好雨出現 我們就來看了 為什麼突然雨下了這麼大 就是我們提到的 今年最強的一波梅雨封面 現在其實就壓在 我們台灣的北部上頭 然後今天緩慢的 開始進到了北台灣 然後陸陸續續開始移到 南部地區 因此全台灣其實都會開始慢慢容易下雨 而且天氣上也會不要 也會比較不太穩定 我們就來看了 以今天來講 要特別注意什麼樣天氣重點呢 就是梅雨封面 現在已經暴落了 那特別請注意 來台南以北的地方 還包括宜蘭都要防大雨 今天的定量降水來看看 其實主要降雨區塊 貨漏在北台灣 你看紅紅色塊 代表雨量上會比較多 但是西半部地區都不穩定 所以也都會容易有這種短時間的強降雨出現 像是雲林今天早上就是如此 那今天唯一的空檔呢 大概是在東半部 被封測 花東這邊 可能偶爾有一些短暫的空檔 但是大致上天氣都不穩定 那也因為下雨的關係 因此呢 在溫度上面就沒有這麼炎熱了 在北台灣今天最高28度 中南部呢 30度 花東也是30度 但是就注意了 北台灣還有在宜蘭 今天的雨相對來講 會是比較多的 但是比較明顯降雨 從什麼時候要開始出現 現在只是降雨的前奏曲 我們來看看未來幾天的 定量降水的雨區預報 來看到特別紅色標出來的 禮拜四跟禮拜五 還有禮拜六 尤其看到這邊 哇 出現紫色了降雨非常的多 就代表呢 其實在後天開始 這三天是降雨呢 最明顯的時間點 主要是還加上了西南風的加成 因此會容易有劇烈降雨出現 其實這樣的雨呢 可能不一定是下一整天 但是只要一下 就會下得又大又急 所以很容易會有淹水的胎型 四五六這三天 要特別注意 那到了禮拜天之後呢 封面會難移到南台灣 因此南部的雨就會比較多 相較北部 你看顏色就開始變淡變淺了 但是南台灣就還是要特別注意 而且目前看起來 未來這一整週封面都會來來回回 在台灣的周邊附近 因此天氣都不穩定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禮拜四過後到禮拜六 這三天是最容易會有劇烈降雨出現的時間點 因此防訓工作要特別注意囉 其實梅雨呢 通常會激起這個中尺度的對流系統 中尺度對流系統就好比是豪雨製造機 只要一出現在哪邊就很容易會有劇烈的降雨 而且預測呢 可能沒有辦法很提早就知道 所以即時找出來之後 會即時發布訊息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氣象資訊了 整理給各位 看著你 看著你